冒险岛峰之传说新增了星光梦塔 星光梦塔之前是大闲购物中心 但是现在被怪物占据 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塔内看看吧 星光梦塔是可以自动战斗的多角单人玩法 需要冒险家们组成一队攻击队 向上爬塔挑战 而且塔内的每一层都有入场条件 比如14层要求队伍战斗力在25万以上 越接近高层呢 入场条件越苛刻 只有到你的队伍满足这些条件后 才可以入场挑战 根据攻击队的职业群组合 还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增益效果 比如物理攻击力加10% 魔法攻击力提高10%等等 星光梦塔首次通关奖励尤为丰厚 星光梦塔硬币 神奇宝石选择礼盒 林主视频选择礼盒等等 这么好玩的星光梦塔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叫上你的好友一起趴塔拿奖励吧